唐春香移植公园的一区也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一块区域呢 就是属于唐春香移植公园的范围了 唐春香移植公园呢 是在唐大长安城外的过程移植之上 就建了一个开放性的移植公园 它能总共分为八个区域 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一部分呢 会经过它的一二三区 我现在形成的这一部分呢 会经过它的一二三区域 我现在形成的这一部分呢 我现在形成的这一部分呢 接下来呢我们左手边经过的这边区呢 是二区的放梁 二区呢也是一个亲子的园 里面有一些小型的儿童娱乐设施 还散布着一些唐吃小品 唐吃小样 那右手边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别处区 我们多了也会叫它富人区 在我们形成的整个过程当中呢 会经过好几个建筑和刻意的别处区 那如果对建筑美学比较感兴趣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就会出现,就会出现 只会出现